現在台灣大家所關心的 就是民生的議題 我們要讓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 最近我們台灣的疫苗的普及率 還是不夠 民間幫政府買疫苗 政府竟然還說 不需要那麼多的疫苗 我覺得有些議題 是必須透過國民黨主席 政見辯論會 這樣一個機會 讓全民了解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防疫政策 那現在防疫政策 有什麼樣的缺失 必須要改進的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政府掌控的媒體 我們要運用一切可能的機會 一切可以運用的管道 讓全民了解 同時呢 因為我出身基層 我從基層的縣議員 副縣長 縣長 立法委員 這些從政的歷程呢 在最近 勤走基層啊 很多基層的民眾 都跟我反映 目前基層的慘況 可以說 防疫防疫啊 民生凋敝 那這些都可以透過我們 證件發表會 來展現基層民眾的聲音 那也展現 我們大家對目前 防疫的一些具體的看法 你對於這個辯論會有信心嗎 或是有把誰當成你的假想敵 或是最強的對手嗎 我想這個辯論會呢 就是一個國民黨黨主席的辯論會 那身為一個黨主席呢 應該有它的格局跟高度 我們的對手是民進黨 不是黨內的同事 那所以呢 我們這一個黨主席的辯論會啊 很重要的 就是提出我們的理念 政策 以天下蒼生為念 以我們台灣人民的幸福為念 這樣子 才能夠爭取到黨員 以及全民的認同 你昨天是有去新竹就拜會的縣長嗎 跟一些立委 那朱一文最近也是拜會的地方 那蠻多縣長支持他 你們的路線好像有一點去 現在都打基層牌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們金國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 國民黨要永遠與基層的民眾在一起 那我很高興呢 透過這一次選黨主席的機會啊 可以深入基層 深入到台灣的每一個村裡 每一個角落 那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基層旺盛的生命力 我們常常在講 政府的力量有限 民間的力量無窮 那我們國民黨現在是屬於在野黨 我們在民間呢 可以結合民間一切的力量 來共同 為在疫情下受苦的台灣人民 大家盡一份心力 我們要把民間善的能量 善的正能量來結合起來 大家可以說發揮自己一己的力量 大家眾志誠誠 可以讓我們這一次台灣在疫情的摧殘之下 在整個民生凋敝的情形之下 讓這些受苦的民眾呢 能夠得到最及時的救助 那讓我們因為取得疫苗太慢 又取得太少的民眾呢 可以早日打到需要的疫苗 讓他們可以過安心正常的生活 也同時讓我們台灣疫苗的普及率 可以達到一定的目標 可以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 早日呢 讓我們國人可以有疫苗打 可以順利的出國 與世界接軌 恢復正常的生活 我想這是我們現在所民意 所熱切期盼的 這也是我們國民黨 應該為基層民眾做到的事情 BNT疫苗要來了嘛 那現在大家就很擔心打不打得到疫苗 可是第二類官員 從9萬人膨脹到27萬人 甚至28萬人 可是打高端的只有904人 你怎麼看 這就是我們一直提到 尤其今天是記者節 我們知道言論自由是普世的價值 那媒體第四權的監督 又是言論自由當中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媒體就是人民的眼睛 人民的喉舌 要幫人民發聲 那如果一個政府走向獨裁的話 他就會沒收媒體 沒收人民的聲音 那這一次為什麼 在疫苗的分配方面 我們台灣採取最奇怪的疫苗的分配方式 跟全世界分配疫苗的方式都不一樣 這就是代表呢 民進黨政府啊 已經漠視了人民的需求 已經聽不到人民的聲音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次啊 國民黨選黨主席啊 很重要的一點 我們要爭取人民的言論自由 我們相信呢 爭取到言論自由以後 我們的政府就不敢黑箱作業 致意妄為 他今天用全世界最奇怪的疫苗分類的方式 同時在第二類 又是形成最大的黑箱 為什麼他不敢把第二類 究竟是分成了哪幾類 分類 他到底打了多少人 那是不是每一個施打疫苗的人 都符合資格呢 他完全不敢公開 完全不敢透明化 黑箱黑箱啊 多少的腐化 假黑箱之名而行 那黑箱就是一個腐化的開始 那我們一定要盡一切的力量 讓這些 疫苗的黑箱作業啊 八卦高端EUA的審查 讓這些黑箱作業呢 能夠攤在陽光下 能夠更加的公開透明 這是民主國家 民主社會 人民基本的權利 是 你有提到說 今天臉書發完 祝9月1號記者節快樂嘛 然後也有說不要蔡政府的一言堂 這能不能跟我們多家說明 你覺得現在新聞自由 跟媒體這個環境怎麼樣 可以說我們臺灣啊 目前言論自由 受到很大的摧殘 那更嚴重的是 政府用公務預算 用人民的血汗錢 來收買網軍 來麻醉人民 來洗腦人民 我想呢 這就是一個獨裁國家的行徑 那我們也看到呢 今天是記者節 我們知道很多 我們優質的 記者從業同仁 大家都 基於道德良心 基於新聞道德 來保障言論自由 來做好他應該做的事情 但是呢 現在執政黨 不斷地在拳制言論自由 在強害新聞自由 那並且呢 不用負責的 所謂的網軍 他們沒有道德的約束 甚至呢 也會逃過 法律的追訴制裁 因為 真的追起來呢 有的 他的發言的網址 是在國外 都是追查不到的 所以我就認為呢 在 在九一記者節的現在啊 我們要 正本清源 我們要正人心 習邪說 1450 就是台灣最大的邪說 我們要 讓我們 人民呢 免於1450的洗腦 強害 我們要 恢復我們一個 乾淨的 一個新聞的環境 讓我們台灣的 言論自由重現 這就是我們國民黨的責任 跟義務 將來我如果當選黨主席 我會朝這個方向 繼續奮鬥不懈 我們要結合 全台灣正義媒體的力量 來聲討 一個 潛制言論自由 不公不義的民進黨 那最後呢 因為你要選黨主席 那我想要知道 你的政見啊 跟你跟其他候選人不一樣 你的強的地方 跟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應該這麼說啊 我是唯一一個 我是專職無私的黨主席 專職無私的黨主席 就是不會把黨主席 當作選總統的跳板 如果選黨主席 就是為了選總統 那這樣2024呢 會落入一個求援 兼裁判的局面 那很多優秀的 可能跟國民黨合作 或是國民黨內優秀的人才呢 就可能會排除在外 這對於2024 我們能不能推出一個 最強的候選人 來對抗民進黨 是一個勝負的關鍵 所以我堅持 我要做一個專職無私的黨主席 也希望大家支持一個 專職無私黨主席這個理念 因為只有這個理念呢 在2024可以幫國民黨 幫泛男陣營 推出一個最堅強的候選人 能夠用最強的陣容 來取得2024的勝利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信念 江啟臣是說絕對不會選2024 那您也是就是拍胸腹 保證說不會選2024這樣子嗎 我們還有一點不同 因為我不選2024 是包括總統跟立法委員 那江主席他意思說 他可能不選總統 但是他可能會選立法委員 那這還是有程度上的區別 因為我覺得 不管是主席也好 總統候選人也好 或是立委候選人也好 都必須要專心全力去做 都不一定做得好 你如果分心做兩個事情 很有可能呢 這兩個事情都做不好 那你如果黨主席分心做不好 就對不起我們的黨員 你如果總統候選人 或是立委候選人 分心做不好 就對不起我們的選民 對不起民眾 所以我願意做一位專職 無私的黨主席 也希望大家支持 專職無私黨主席這個理念 我願意討論 また誰 למ蛋 我願意干什麼 お願いします 我願意.